你慢慢说,长公主究竟怎么了? 回禀皇后娘娘,今日皇上下了早朝后得空,便去上书房问了皇皇子和二皇子的功课,皇上对二位皇子的表现甚是满意,岁许了二位皇子今日可休暮一日,二位皇子从上书房散了本事要各自回宫的,但在路过御花园的时候,正巧遇见了嬷嬷们正带着三名公主在御花园里玩耍,若新公主和锦月公主便要哥哥们留下陪他们玩,原本孩子们不过放放纸鸢才采花, 可后来如常在身边的赛吉路过了此地,手里头更是拿着许多皮戏扮相的家伙 皮戏?那是什么? 这是蒙古的旧俗,选用上好的小牛皮做成套头的衣衫,与其上再绘制出各种动物的模样,人穿上这层皮扮作兽,是蒙古在举行大型祭祀庆典活动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常在久不见家人时在思念,所以才做了这些东西,想着拿回自己宫中去让宫人们伴着玩,以解思乡之情 孩子们如今正是爱玩爱闹图新鲜的年纪,见着了这样稀罕的东西,肯定是要起了玩心的,倒也是怨不得如常在什么,后来呢,长公主又是如何落水的? 纳赛即将脾系的衣裳留下,由着孩子们各自挑选了,自己喜欢的动物样式换在了身上,而后便在御花园里你追我赶得玩起了脏迷,默默们以下没盯住,孩子们就四散逃脱,好没影了,默默们生怕出事,忙喊来了世卫一定去找,可还是出了事,静和长公主不知何故跌落在了御湖中,被找到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了 宋昭闻言,悬着的一颗心略略放下血,好在我和王姐姐的孩子都安然无恙,但静和虽然是家瑞皇后所出,却半分也不像家瑞皇后从前的性子,平日里虽然有些孤僻,但对锦月和若欣这两个妹妹也算是照顾,如今长公主怎么样? 打奴才出宫来寻皇后娘娘时,太医们还在尽力诊治着,为着此事皇上可是动了大怒了,即刻下只要处置了照顾皇子的嬷嬷们不说,连着对如常在也是好一番责难 皇上说,若是静和公主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就要处死如常在 皇上糊涂啊,怎么能如此处置? 皇后娘娘,这件事到底和如常在也是攀不上关系的,皇上在气头上奴才也不敢劝,但这皇上要是真因着这件事处置了如常在 那蒙古个部族若是知晓了此事,只怕是难交代了 本宫明白,只是如今什么事也没有长公主平安重要,让人快些赶路回宫去吧 宋昭刚走进寿康宫,就看到如常在正贵在正中,她的手边还放着一叠用来做脾气的衣裳 这衣裳做工是很精细,人要是披着这么一身皮,若在擦黑的夜里真被人认成了瘦,也不算什么稀罕事 皇后娘娘您得救救贫妾啊,这事真的和贫妾没关系,衣服是孩子们非要闹着穿的 若是他们开口要了而我却不愿给,只怕陈贵妃娘娘知道了,少不了又要训斥我 把手放开 皇后娘娘,这些衣裳贫妾原本是打算让自己的工人装扮上,用来赌物私人的,凭借没有半分想要害长公主的意思 皇后娘娘娘你要信我 宋昭却是看都懒得看她一眼,静止走过了她身旁 也是啊,事关长公主的生死,皇上雷霆之危不减,这个时候谁又会愿意替我求情,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蠢事呢 就在如常在绝望之际,面前突然落下一方手帕 你不是常说蒙古女子的气魄胆识,从不输给男儿郎嘛,怕子捡起来眼泪擦干净,别给你的母国丢了脸 凭借多谢皇后娘娘 宋昭也不理会她,头也不回地进入正点,却见静贵太妃正坐椅子上,眼圈翻红看向内寝的方向 这静贵太妃生性孤僻,甚少与别的太妃太嫔打交道,怎么会生出哥哥那般跳脱的孩子 倒是静和那沉稳的性子更像她,听说自从静和来了她宫中后,静贵太妃就视为亲孙一般疼爱着 若心也对我说过,静和还会亲密地称呼静贵太妃为皇祖母 可见二人祖孙秦一身后,如今突然出来这样的事,静贵太妃心里并也不是滋味 宋昭心里也是有些难过,缓步走上前向静贵太妃行李 请贵太妃安 皇后来了,皇帝在里面陪着静和 您可知长公主情况如何 静贵太妃只是正正摇头默然垂泪,宋昭见状知道她不愿被人打扰 于是向着静贵太妃扶了扶身,转而缓步往内寝走去 萧郎,静贵她 静贵是朕的长公主,她是朕的嫡女,她一定不会有事的 萧郎别担心,静贵有皇恩庇佑,并不会 宋昭的吉利话才说到一半,突然被一声悲弃的痛呼声打断 抬头望去,却发现太医们对着静贵的床踏跪了一地 一个个哭得悲痛欲绝 皇上解哀,长公主她轰了 不可能,静贵是朕的嫡女,她不会死 萧景衡泪流满面,从床上抱起静贵拼命摇晃 静贵,你醒一醒,父皇来看你了 皇上,皇上还请您接 郭太医,赶紧来看看皇上怎么样了 启禀皇后娘娘,皇上这事悲伤过度暂时昏迷 只需静养几日便可痊愈 姜德顺,把皇上送回朝阳宫好声照料 小福子,你去传令六宫,三日后为长公主举办丧事 是,奴才遵旨 三日后,众后妃和皇子们都来到灵堂为静贵送行 成欢哭得最为悲痛,宋昭看在眼里也觉得心疼 静贵与他同日而生,但早他些许时辰 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把静贵当作长姐尊敬礼带 孩子本身就有着蛇皮选,哭得久了眼睛红色不说 脸颊上过了泪痕的地方也会均裂得更加厉害 宋昭走到陈飞面前低声提醒 王姐姐,不如还是先带成欢回去吧 他这般哭下去,再伤了脸面可怎么好 我又何尝不知道,他也不只是今日哭一哭 自知小静贵死后,这孩子的眼泪就没停过 有时候夜里睡着绝都会突然惊醒唤泣不已 我见他如此心里也不是滋味 进而各是送长公主出病的日子 我也就不劝着他了 这孩子重感情,就让他好好送送他的长姐吧 王姐姐当真是把这孩子教导得极好 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多此一举了 娘娘,这事是发14号诸位皇子的嬷嬷们的供词 请您过目 不对劲,你们瞧他们的供词 所有人都说当日长公主先挑选了一件青色的蓝鸟细衣 而成玉则挑选了一件赤色狮子细衣 可为何长公主被发现溺毙于玉湖中的时候 身上穿的却是赤色狮子细衣 或许是二皇子后来和长公主互换了衣服 本宫觉得这件事从头到尾 都透露着一股说不出的古怪来 那皮细衣本宫是见过的 仅从外观来看 是一点也瞧不出是谁在穿这件细衣上的 云山,你去问问成玉 为何后来他会和长公主互换了衣裳 二皇子,快趁热喝了吧 云山姑姑拿走吧 长姐死得不明不白 我现在什么都喝不下 二皇子,奴婢有件事不明白 当然那件狮子细衣不是你选的吗 怎么会躺在长公主的身上 是长姐说喜欢狮子绝的威风要与我换 我是男子汉当然要让这女孩子 所以我便与她换了 那换衣裳的时候,有人瞧见吗 没有,是在假山后头偷偷换了的 二皇子也别太难过了 长公主若是知道您这般为她伤心 就算去了天国也不会安生的 云山哄了成玉半天 等她睡下后 立马回去将此事告诉了宋赵 没有人知道成玉和静和互换了脾系伊云山 你说若这件事不是意外 而是有人专门要对孩子下死手呢 不会吧 贵妃娜的戏作已经浮法 怎么还会有人对皇四下手呢 防人之心不可无 若当真如我猜想的那样 你觉得那人要害的是静和 还是与静和互换了衣裳的成玉 小姐的意思是 有人诚心要害咱们二皇子 我也只是有这么个揣测 可我倒想不明白了这究竟是谁的算计 你有句话说的没错 上阳已经死了 按说这宫里头 应该再没人有动机去打皇四的主意才对 除非 宋赵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 但很快又被他压制下去 你明日一早去换张太医来 就说二皇子心计受惊让他来瞧瞧 顺道再去烫上书房给成玉告假 小姐思虑周全 若当真有人冲着二皇子来 以此暗害不成总会在司机而动 事情没有定论之前 罗逼不会让任何妃嫔接近二皇子的 哼 童姐姐和婉姐姐始终站在我身边 那些个蠢女人掀不起什么风浪 我真正要防的 却是每日与成玉一同上学放课的那位亲兄长 小姐您的意思 难道说想害二皇子的人是当皇子吗 我从前无能保护好成玉 已经是对孩子的亏欠了 如今我们母子俩披荆斩棘 好不容易才能重逢 若谁要是再敢打我儿子的主意 那么无论这栋错心思之人是谁 我都不会轻易放过他 吼 您怎么来了 是不是儿子起来晚了 不好 我要赶紧洗漱去上书房了 昨日在你长姐桑仪上 阿娘见你也是颇为伤心 于是今日替你告了假 你且好生歇息两日功课 也不急于这一时 儿子没事的 其实长姐离世 最难过的应该是兄长才对 昨日见兄长在长姐的桑仪上哭的嗓子都哑了 儿子便知道从前他们的关系一定很好 那么你呢 你自回宫与你兄长走得最近 你们兄弟俩相处得如何 兄长待我很好 从前在恒州的时候 也有比我稍长些的哥哥陪我一起玩 但他们都不像兄长那样 凡事都护着我让着我 还会主动教我落下的功课 没想到成欢对成玉这么好 说来也怪我 或许是在宫中静音多年 连疑心病也变重了 甚至草木皆病到连一个五岁的孩子 都要提防揣测着 不管宫中的人心有多险恶 但孩子总该是这世上最干净的存在 况且成欢自幼养育 在晚姐姐膝下 连若心都被玩姐姐教导的那样好 那么成欢又怎会不堪致辞呢 宋昭暂且放下了对静和之死的揣测 努力说服自己 只当那件事是一场意外 萧锦恒听闻成玉病了 如同惊弓之鸟般 生怕膝下黄寺再有任何损失 下了潮就静止 就赶来凤鸾宫探望 看到成玉睡得正香 这才松了口气 为着静和的事 几个孩子都吓着了 尤其是成欢 他最重感情心思也细腻 昨日桑衣上瞧着 不过三两日的功夫人都熬瘦了一圈 兄弟姐妹们同出一脉 乍然出了这样的事 咱们大人都难以接受 又何况是孩子们呢 我看萧郎意识憔悴了不少 想来昨夜也是一夜未眠吧 珍总觉得上天待朕未免太过残忍 先是带走了成景后 又带走了静和 珍膝下子嗣胆薄 孩子们又一个个气阵而去 朕的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呵呵 我倒是相信他说的话出自真心 可他的真心与他从前做出来的事 搁在一块香轿起来 却更是要惹人发笑了 陈飞早些年那个怀胎六月的孩子 还有日后双生子中的男胎 以及如今被他捧在手心里的成欲 曾经不都是他自己亲口下 定要铲除的吗 人皆到虎毒不食子 可他却为着他的皇位 接二连三的食子成瘾 如此恶毒之人 便是连为人都不配了 哪里还有脸去责怪上仓待他残忍 宋昭虽然心中比 却还是红卓眼安慰萧景衡 皇上正当壮年 日后定会子嗣凡胜的 等招儿条理好身子 咱们再多要几个孩子 常欢膝下可好 他子嗣能否凡胜我不敢断言 但我这一生 再也不会为这个男人 但遇下一而半女 彤姐姐说的对 孩子是应该和自己相爱的男子 共同拥有的 不该成为尚未夺权的筹码 反正有张太医给的那东西掉着 我此生也是再无受孕的可能了 对了 招儿你抽空还是要挑几个细心的嬷嬷 好好照顾咱们的孩子 萧郎 您上次要将所有看顾皇子的嬷嬷全都处死 这件事臣妾以为不妥 其实按着公规 他们办事不力致使主子遇难 是该殉主而去 这些嬷嬷都是在皇四年幼时就照顾在身侧的 无论是皇子还是公主都对他们有了感情 现在骤然处死只怕会伤了孩子们的心 也罢 那就对他们罚奉半年为成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吧 萧郎别怪 臣妾妇人之人 那些嬷嬷家中也都不是富贵人家 若是断了半年的俸禄 只怕家人都要饿死 臣妾斗胆 愿意自掏腰包为他们补上俸禄 招儿大可不必如此 对了 朕听说亲残里的是你处理得极好 以皇后十年俸禄给予丧户贴补 又要他们自己自足离地重丧 更是增加了他们日后的收入 此举彰显了皇后的人德 也是让百姓对朕对朝廷更有信心 这些银子振子不会让招儿出 否则你日子过得紧巴 岂不是存心要让朕心堂 但照顾皇嗣的嬷嬷们 此番明明是中果 朕饶恕了他们性命 只罚凤以做惩罚 已经算是恩典了 这宫里头的奴才 若是办事 见不到银子多少会有所懈怠 嬷嬷们是照顾皇嗣的 他们懈怠起来 到头来遭罪的还不是咱们的孩子 再者说 臣妾也不算是自掏腰包 给他们补上了俸禄 在给这笔银子的时候 臣妾也会把话说明白 这些银子是从他们日后 退职离宫的赏银里头 刻扣出来的 不过是将来日 要给他们的银子 提前给了他们 也好让他们不为了钱银发愁 你呀你 永远都是那么善良 那么如常在呢 他也牵扯于靖河之势中 朕如今只是将他禁足 还并未处置 招而觉得 朕当如何处置他才好 呵呵 我早就知道皇上 对着如常在喊打喊杀 不过是宣泄心中苦闷罢了 便是真把刀子递到他手上了 他估计也不敢动这个手 马上就到了蒙古部族 入京面胜的日子 如常在若是过得不好 让他在蒙古王面前 嘀咕上两句 那也是够皇上头疼的了 他明面上是在问我 实则就是想看看 我会不会接着和他唱反调 宋昭故作为难的想了想 如常在是萧郎的嫔妃 要如何处置他 自当是萧郎做主 臣妾不会过问 朕原本是打算 将如常在讲为答应 但六月初蒙古部族要入京 蒙古王思念他这个女儿 自要求着相见 朕也不好太博了蒙古的面子 所以朕打算先抬了 如常在贵人的位分 不过只是抬位分 日后朕冷着他便是了 萧郎盛名 既然招也没什么意见 那江德顺你就去传旨吧 且慢 皇上 夏日各宫的恩赏下来了 小福子刚好要去城前宫 给颖妃送东西 不如这旨意让小福子顺到船了 也是省得江公公跑这一趟 近来多雨天气潮湿 本宫瞧着公公的腿脊也吃饭了 等下让云山给公公多拿些药吧 奴才多谢皇后娘娘关心 到底是皇后欣喜 朕都没察觉出 你进来走动时愈发艰难了 等下让太医也给你瞧瞧 看有没有什么法子 缓和缓和 奴才多谢皇上和皇后娘娘圣恩 萧郎既然来了 就留在凤郎宫用膳吧 我去准备几道小菜帮你开胎位 也好 朕好久都没尝过招儿的手艺了 那朕就去看看成衣和若欣 等成衣醒了 让他直接过来用膳吧 萧景衡陪着宋昭和孩子们 一并用了午膳 成衣和若欣用完膳 便被摩摩们带去庭院玩耍了 萧景衡透过窗 看着相处和睦的兄妹俩 把宋昭搂进怀里 招儿 朕原本打算负了成衣太子之位 但不料静和却 静和是长公主又是朕的嫡女 她才早杀 朕在提议此事只怕不合时宜 故而只能容后在意了 皇上正值壮年 哪里需要急着立处 成衣满岁之时 朕已经昭告天下 许了他太子之位 如今若不提及此事 来日定会惹出议论来 且这件事朕也和成衣提过 不过那孩子随你 也是一样的心思 倒并不盼着得了这样的尊贵 提过 皇上何时与成衣说了这些 就是你初宫行亲财里那日 朕去为了成衣与成衣的功课 顺势提及了此事 当时成衣也在 文廷朕要将成衣立为太子 他倒是很赞同 也是实打实替成衣高兴 宋昭文廷此言 顿时如同坠入冰窖一般 亲财里那日 便是静和出世之日 也就是说 成衣前脚才知道了 成衣要被立为太子之事 后脚阴差阳错 穿了成衣衣服的静和 就逆水而亡了 难道这件事 真的是成衣做的不成 不行 这件事我要和婉姐姐 一起商量一下 宋昭强忍着内心的骇人 又陪萧景衡说了一会话 等萧景衡离去后 宋昭刚要去永和宫找陈飞 去呈前宫传旨的小福子回来了 皇后娘娘 如常再如贵人 听了执意欢喜疯吗 非要跟着奴才来跟您谢恩 如今人就在宫门口守着 娘娘要不要见他 人都来了 就请进来吧 你这是做什么 嫔妾知道 肯定是皇后娘娘 在皇上面前 替嫔妾说了好话 才能让嫔妾免以责罚 还付了贵人的位分 所以方才来传旨的 才会是福公公 而不是御前的江德顺 皇后娘娘大恩 大德物无以为报 还请皇后娘娘 受我蒙古大理跪拜 本宫帮你并不是因为 本宫想要与你亲近 而是这件事 确实与你没关系 本宫治理后宫 断然不会让任何人受冤 你从前在宫中不安分 做了许多错事 这些本宫也都是看在眼里的 日后你必得归行举步 别再惹是生非 才算是不愧对本宫今日的搭救 若不然 本宫今日能让你被抬为贵人 明日便也可让你被废为庶人 明白了吗 自然自然 凭借谨记皇后娘娘教会 有了个贵妃做例子 还不过人长记性吗 只是贵妃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那贵妃到底是做了什么恶毒的事 要皇上这般容不下她 竟是将她赐死了 如贵人慎言 贵妃是阴急而没 并非是被皇上赐死 是是是 贫妾失言了 只是不知道她到底做了什么事 自自年纪那么小 却心思那么重 也是活该 要我说啊 宋昭知道如贵人速来试个话牢 此刻听她巴巴的没完 顿觉一阵头疼 你若喜欢郭造 便自个儿郭造个够 本宫还有事先走了 宋昭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如贵人又自言自语嘀咕了一句 不过她也是活该 满宫里都瞒着大皇子不是陈贵妃亲生的事 可她倒好 竟敢将这件事告诉了大皇子 你说什么